国中放随时间 男同学拉着隔壁班同学的衣服 一路穿越马路 途中打打闹闹看似平常 他说好羡慕同学有3C平板手机 一幕好大 他边走边说 但你走的这条路小巷子很多 如果你怎么了 你的7寸平板手机 还有身上的现金就会是我的 话才刚说完 一辆休旅车经过 同学居然趁着车子快靠近 把被害人一把推去给车撞 紧急刹车但根本闪避不急 国的男同学已经卡在车底下 而且满脸是血 休旅车驾驶赶紧打19求救 驾驶下坏了 怎么会有男同学突然从路边冲出来 第一时间驾驶相当自责 因为男同学宋医后颅内出血 下半脸受损严重 鼻子大面积受伤 牙齿断了4根 宋医住在家乎病房 整整住了6天才出院 他只是说他头很动 他没有哭都没有哭 对然后就是他一直说 他头很动这样子 对 因为我不敢在他面前哭 因为怕就是怕影响到他 一想到宝贝儿子伤成这样 妈妈心都碎了 不敢在儿子面前流一滴泪 尤其爱漂亮的儿子就怕疤痕跟着一辈子 但意外怎么发生的 第一时间加害同学 还在家属陪同下到医院看被害人 受伤同学的妈妈还表达谢意 你跟他一起走路 为什么他会突然推你这样子 然后同学有跟他讲说 他如果死掉的话 平板跟钱就是他的 真的痛心又生气 只为了七寸的平板手机 郭德南同学 居然抓着同学的衣服推去给车撞 儿子鬼门关前走一遭 索性活了过来 但被害家属气愤 这根本是蓄于杀人 搜集证据后 决定以杀人未遂罪 提出告诉 记者新北市资本报道